一本书读懂美国史 第九章 二战后的美国 第四节 我有一个梦想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 1963年8月28日 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 在华盛顿举行的群众大会上 发表了局势文明的演说 我有一个梦想 这是一个向往人人生而平等的梦 是一个憧憬 种族之间相亲相爱的梦 为了实现这个梦 它不屈不挠直至献出生命 一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 南北战争后 美国黑人虽然摆脱了奴隶的地位 但被解放了的黑人 仍被人为地隔离在主流社会之外 黑人在教育与就业上备受歧视 在劳动市场上 他们通常是最后受雇 最先解雇的群体 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夜 黑人的处境仍然没有大的改善 相反 白人至上论却日益盛行于南方各州 即使在北方 对黑人的排斥 以很多隐秘性的方式存在着 黑人作为永远无法同化的移民 以及二等公民 被排斥在享有合法的政治权利之外 这种种族歧视严重的影响到了美国社会 二战爆发时 大量黑人在战时经济繁荣时 获得了就业机会 而且很多黑人入伍参军 与白人肩并肩抗击法西斯 这是黑人的种族意识和政治意识空前提高 凝聚力大大增强 他们要求从根本上变革美国的种族关系结构 给予黑人事实上完全平等的权利 二 霸城公交运动 与马丁路德金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 在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蒙格玛利市 一位叫罗莎帕克斯的黑人女裁缝下班后 登上了一辆公共汽车 疲惫的她没有理会当地不成文的规矩 走到全排专为白人预留的座位坐了下来 当司机命令她把座位让给一个白人时 罗莎帕克斯断然拒绝 因此她被警察以善战白人专座逮捕 十二月五日 法院以违反隔离法为由 判处她罚金十四美元或监禁十四天 雇用她的成衣铺也将其解雇 此事立即激起了广大黑人群众的同情和愤慨 当晚五千名黑人举行了群众抗议大会 并通过抵制公共汽车的决议 成立了蒙哥玛丽市政改进会来领导斗争 该委员会的主席就是此后名扬天下的马丁路德金 1929年1月15日 马丁路德金出生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 原名迈克尔 父亲是一个教会牧师 因为父亲对德国宗教改革先驱 马丁路德十分仰慕 于是在1934年给儿子改名为马丁路德金 1951年金获得了科罗泽神院的学士学位 1955年他从波士顿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 在童年时代 马丁路德金就曾感受过种族歧视的痛楚 对此他很愤怒 立志要为黑人争取平等的权利地位 1955年 年仅26岁的马丁路德金 成为阿拉巴马州的一位牧师 金领导的委员会决定用抵制乘坐公共汽车 这种相对平和的非暴力方式来反抗种族歧视的制度 为抵制运动顺利进行 当地五万黑人几乎都是徒步上下班 全市黑人同仇敌害 充分显示了黑人的团结力量及坚强意志 这场抵制运动持续了381天 蒙哥马丽公共汽车公司蒙受严重的损失 当局曾对黑人施以高压 逮捕黑人领袖 这更激发了黑人的抵抗情绪 最后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 1956年11月13日 美国最高法院不得不判决 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 违反宪法 12月20日 当地黑人召开群众大会 庆祝胜利 并决定停止抵制运动 马丁路德金和他的朋友们 以及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 一起兴高采烈的乘坐了蒙哥马利市的第一辆 取消种族隔离的公共汽车 从此 已经就坐的黑人 就不再像过去那样 被迫起立给白人让坐了 霸诚公交运动取得全面的胜利 马丁路德金也因此脱颖而出 成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 1963年4月 马丁路德金带领黑人在阿拉巴马州 博明汉市实行种族隔离的快餐店 进行连续的 静坐联合抵制商人 并进军市政厅 州法院颁布禁令 他也被捕入狱 由于时任总统肯尼迪的关注 八天后 马丁路德金被释放 重新恢复了对运动的领导 黑人与当地政府的对抗也随之升级 警方动用警犬和救火水管进行大规模的逮捕 监狱里一共关押了两千多名抗议者 后来又接连发生了金及他的兄弟在住宅和黑人领袖总部的小旅馆爆炸的事件 面对黑人兄弟以暴制暴的呼吁 他反复呼吁黑人兄弟要以和平的方式对抗暴力 要牢记耶稣的教导 不但要爱自己的兄弟 甚至要爱自己的仇敌 为了扩大非暴力反抗运动的影响 马丁路德金又挥动臂膀 指挥了一场规模更为宏大的战斗 向华盛顿进军 大多数黑人组织都支持这次新的进军 8月28日为争取立法保障黑人权利 民权组织发动了共有25万和平示威者 其中还有6万名白人参加的大游行 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台阶上 金发表了一次名垂青史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 他说 就有色功名而论 美国显然没有实践他的诺言 美国没有履行这项神圣的义务 只是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支票上盖着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 但是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 我们不相信在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之库里 已经没有足够的储备 因此今天我们要求将支票兑现 这张支票将给予我们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 随后1963年 马丁·路德金不但成为时代杂志评选的年度新闻人物 还在196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他在领奖时的演讲中宣称 总有一天地球上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 宇宙的哀号将变成有爱的诗篇 这篇家喻户晓的演讲 从此成为一代代追求种族平等梦想的美国人的指路 明灯 1968年初 金来到了田纳西州孟飞市支援工资菲薄的清洁工人的罢工 4月4日 年仅39岁的马丁·路德金 在当地洛兰汽车旅馆房间外的阳台上 与助手探讨支持该市工人罢工运动时 被马路对面射来的一颗子弹暗杀 为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 现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3. 民权法案的通过 声势越来越大的民权运动 推动了美国政府废除种族歧视方面的立法工作 约翰逊总统上台之后提出了伟大社会的改革口号 他继承了肯尼迪在民权方面的努力 把民权运动推向了高潮 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通过的民权法案 1964年6月17日 国会通过了原来由肯尼迪制定的民权法案 并于7月2日由约翰逊签署生效 据此黑人得以与白人一样享用旅馆 饭店娱乐休息场所和其他的公共设施 学校的种族隔离被取消 黑人得到了平等就业的机会 此外该法案还授权联邦政府 对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提出起诉 司法部获准干预未经判决的民权诉讼 1965年约翰逊政府又推出了第二个民权法 要求给全部美国人以实际的选举权 该法规定由联邦直接采取措施 使黑人能够按期完成注册和选举 取消文化测验和类似的资格审查手段 对妨碍行使选举权的行为予以惩罚 第三个民权法是1968年通过的开放住房法 规定在出售和租赁住房时不得有种族歧视行为 并规定伤害民权工作者按反联邦罪论处 在民权运动与民权法案的推动下 黑人的选举权在各州基本上得到了保障 美国黑人的经济 社会地位与教育方面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但由于美国种族问题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 从社会心理上造成的种族歧视 也并非能在短期内一扫而光 不过只要美国黑人坚持不懈的斗争 只要美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 马丁路德金所梦寐以求的理想终能实现 后人对马丁路德金的纪念 为了表达对马丁路德金的缅怀之情 1986年1月8日 时任总统里根克福国会中保守势力的阻挠 签署法令 规定马丁路德金的生日 每年的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 为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 而在美国历史上 只有华盛顿 林肯和马丁路德金三个人的纪念日 被定为法定假日 这一天 为纪念这位倡导正义与和平的民权运动领袖 各教堂明中举行合唱 市民停步致敬 举办纪念集会 演说颂扬 2008年的4月4日 在马丁路德金遇刺40周年之后 美国田纳西州孟非斯市 还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游行和演讲 来缅怀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我有一个梦想 马丁路德金 一百年前 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 今天我们就是在他的雕像前集会 这一庄严宣言 犹如灯塔的光芒 给千百万在那摧残生命的不易之火中 受煎熬的黑奴带来了希望 他直到来 犹如欢乐的黎明 结束了束缚黑人的漫漫长夜 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 我们必须正视黑人 还没有得到自由这一悲惨的事实 一百年后的今天 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 黑人的生活备受奴役 一百年后的今天 黑人仍然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 一个贫困的孤岛上 一百年后的今天 黑人仍然萎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 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故土家园中的流亡者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 就是要把这种骇人听闻的情况 公诸于世 就某种意义而言 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诺言 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 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 曹尼宪法和独立宣言的 气壮山河的词句时 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 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 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 不可剥夺的权利 就有色公民而论 美国显然没有实践他的诺言 美国没有履行这项神圣的义务 只是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支票上盖着资金不足的戳子后 便退了回来 但是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 我们不相信在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支库里 已经没有足够的储备 因此今天我们要求将支票兑现 这张支票将给予我们宝贵的自由和正义 我们来到这个圣地 也是为了提醒美国 现在是非常急迫的时刻 现在绝非耻坛冷静下来 或服用渐进主义镇静计的时候 现在是实现民主诺言的时候 现在是从种族隔离的荒凉 阴暗的深谷攀登种族平等的光明大道的时候 现在是向上帝所有的儿女开放机会之门的时候 现在是把我们国家从种族不平等的流沙中拯救出来 至于兄弟情谊的盘石上的时候 如果美国忽视时间的迫切性和低估黑人的决心 那么这对美国来说将是致命伤 自由和平等的爽朗的秋天 如不到来黑人义愤填膺的酷暑就不会过去 1963年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而是开始 有人希望黑人只要撒撒气就会满足 如果国家安之若素毫无反应 这些人必会大失所望的 黑人得不到公民的权利 美国就不可能有安宁和平静 正义的光明一天不到来 叛乱的旋风就将继续动摇这个国家的根基 但是对于等候在正义之殿门口的心急如焚的人们 有些话我是必须说的 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 我们不要采取错误的做法 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 而抱着敌对和仇恨之悲痛饮 我们斗争时必须永远举止得体 纪律言明 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具有崭新内容的抗议 蜕变为暴力行动 我们要不断升华到 以精神力量对付物质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 现在黑人社会充满了了不起的新的战斗精神 但是不能因此而不信任所有的白人 因为我们的许多白人兄弟已经认识到 他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我们今天参加游行集会就是民政 他们的自由与我们的自由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不能单独站立 当我们的行动时 我们必须保证向前进 我们不能倒退 现在有人稳热新民权运动的人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满意 只要黑人仍然遭受警察难以形容的野蛮迫害 我们就不会满意 只要我们在外奔波而疲乏的身躯 不能在公路旁的汽车旅馆和城里的旅馆 找到住宿之所 我们就绝不会满意 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动范围 只是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小平民区转移到大平民区 我们就绝不会满意 只要密西西比仍然有一个黑人不能参加选举 只要纽约有一个黑人认为他投票无济于事 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不 我们现在并不满足 我们将来也不满足 除非正义和公正 犹如江海之波涛 汹涌澎湃 奔流不息 我并非没有注意到 参加今天集会的人中 有些受尽了苦难和折磨 有些刚刚走出窄小的牢房 有些由于寻求自由 曾在居住地惨遭疯狂迫害的打击 并在警察暴行的旋风中摇摇欲坠 你们是人为痛苦的长期受难者 坚持下去吧 要坚决相信忍受不应得的痛苦是一种赎罪 让我们回到密西西比去 回到亚拉巴马去 回到南卡罗来纳去 回到佐治亚去 回到路易斯安那去 回到我们北方城市中的贫民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区去 要心中有数 这种状况是能够也必将改变的 我们不要陷入绝望而不可自拔 朋友们 今天我对你们说 在此时此刻 我们虽然遭受种种困难和挫折 我仍然有一个梦想 这个梦想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梦想里 我梦想有一天 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 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的真理不言而喻 我梦想有一天 在佐治亚的红山上 从前奴隶主的后人将能够和奴隶主的后人坐在一起 共序兄弟情谊 我梦想有一天 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 如同沙漠般的地方 也将变成绿洲 充满自由和正义 我梦想有一天 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 不是以他们的肤色 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 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 今天我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 亚拉巴马州能够有所转变 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然满口意义 反对联邦法令 但有朝一日 那里的黑人男孩和女孩 将能与白人男孩和女孩 情同骨肉携手并利 今天我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 幽谷上升 高山下降 坎坷曲折的道路 变成坦途 那盛光披露 普照人间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我怀着这种信念回到南方 有了这个信念 我们将能从绝望之灵 批出一块希望之石 有了这个信念 我们将能把国家刺耳的争吵声 改变成一支洋溢手足之情的 优美的交响曲 有了这个信念 我们将能一起工作 一起祈祷 一起斗争 一起坐牢 一起维护自由 因为我们知道 终有一天 我们是会自由的 在自由到来的那一天 上帝的所有儿女们 将以新的含义高唱 这支歌 我的祖国 美丽的自由之乡 我为您歌唱 您是父辈逝去的地方 您是最初移民的骄傲 让自由之声 响彻每个山岗 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这个梦想必须实现 让自由之声 从新汉布尔什州的 威格的崇山峻岭响起 让自由之声 从纽约州的崇山峻岭响起 让自由之声 从科罗拉多州冰雪覆盖的 洛基山响起 让自由之声 从加利福尼亚州 蜿蜒的群峰响起 不仅如此 还要让自由之声 从佐治亚州的石岭响起 让自由之声 从田纳西州的廖望山响起 让自由之声 从密西西比的每一座丘陵响起 让自由之声 从每一片山坡响起 当我们 让自由之声响起 让自由之声 从每一个大小村庄 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 响起的时候 我们将能够加速这一天的到来 那时上帝的所有儿女 黑人和白人 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 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 都将手携手 合唱着一首古老的黑人歌谣 终于自由了 感谢全能的上帝 我们终于自由了 感谢全能的上帝